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八卦与子匠 关于马国民和汤洛文的婚讯 频繁惹来了猜测 马国民接受采访时 看言媒体想在50岁前成家立业 并表示呢 已经和汤洛文聊过婚姻的话题 视对方为结婚对象 无疑证实了喜讯已在不远处 说起两人的感情 自从六月在社交平台 与汤洛文低调官宣至今 马国民在公开直言自己的婚姻打算 无疑是对于现任女友的肯定 而马国民对于汤洛文的真实还表现在 他强调两人不会闪婚 会正大光明的迎娶对方 因为前任黄欣颖的劈腿风波 马国民的感情成为媒体焦点 与汤洛文大方认爱后 两人频繁被曝一起看房 被认为喜事将至 而马国民如今肯定已经和女友谈过婚姻话题 46岁的他也显现出了自己的计划 不过还是非常微妙地留了四年的空档期 认定最晚在50岁前完婚 而马国民言辞中透露出婚后要有孩子的计划 表示自己不会成为丁克族 言辞也透露出甜蜜 话里话外都显示出对于汤洛文的认定 两人的好事的确只差临门一脚 自从宣布恋情后 马国民和汤洛文的婚讯时常传出 不过双方都会在第一时间否认 然而此次却调转化风则 值得让人玩味 与汤洛文的恋情官宣后 从不吝啬嗅甜蜜 两人穿着情侣装一同逛街 并且看房也被认定是打算购置爱潮 对此他在采访里并未否认 作为TVB目前的当家小生 从小配角一路熬到男主角的马国民 的确曾经表示有购房的计划 他还曾经公开表示 如果结婚将多买一套房来做准备 前后结合来看马国民的计划 显然快要照入现实了 作为汤正宗的女儿汤洛文陷入爱河 马国民对于这段感情也显得尤为重视 两人一同逛街总是实质紧扣的状态 不仅有情侣扇手链也是情侣款 虽然被认定是业远昌女友 但他也毫无价值地成为汤洛文的摄影师 全程背着相机记录甜蜜时刻 马国民与汤洛文6月13号时 同时在社交平台官宣恋情 照片中的小马公仔就是指马国民 而汤洛文则是酷爱独角兽 两人的官宣方式虽然简单 但也填到了不少粉丝 而且马国民呢 还是专门开通社交账号宣布的恋情 撒糖在不经意间 两人在一起后很不擅长社交的马国民 也常与汤洛文同框出席豪肉们的聚会 在照片中不在C位 但行为举止呢都很轻捏 还有媒体爆出马国民曾带着行李 去到汤洛文的家里 两人被指已经开始同居生活了 除开马国民目前和汤洛文的婚姻打算 马国民依然难以要过去前女友黄新颖和徐志安的激吻风波 如今有家人在策吗 马国民也欲如既往的坚实为前女友开脱 并表示只是短暂的生过对方的气 目前呢已经毫无怨恨 他还透露还曾经和黄新颖有过联络 显然心无芥蒂 如今已有女友的他很谨慎的说 两人如今已经没有再联系 但是强调以往对方过得好 一切向前看吧 据港媒消息称 马国民已经向汤洛文求婚 并且已经获得了女方的单应 还传出两人将于明年初结婚 虽然事情没有得到双方的认可 但据悉TPP正在为两人筹备婚礼的事项 暗中为两人拉赞助 除了这一则消息传出之外 港媒呢还爆出马国民的准院夫 汤正宗已经将近半亿的豪宅 当作嫁妆赠给了两人 三这套豪宅的业主名是汤洛文 但据悉真正的出资人是汤正宗 原本这处豪宅适用于购买给汤家人所住 因为疼爱所以便将其当作嫁妆 如此看来真的是要恭喜两位了 马国民自从今年与汤洛文仍爱之后 就一改往日低调的风格 频繁的在社交网上按戳戳的凶爱 还被爆拿到了汤洛文家的单元门钥匙 虽然有着同居的嫌疑 但两人却先后否认 不过双方的父母却对彼此十分看好 准院夫汤正宗更是大赞马国民100分 虽然汤洛文之前说过不跑出赏婚的可能 但在之后出席珠宝店开幕仪式的时候 澄清不排除闪婚 只是讲笑我是有计划的人 结婚涉及很多事情 本认为是预改迷章 其实呢两人早已经有着商量结婚的事宜 而且呢还为此做出了行动 前段时间港媒爆出两人秘密的 在潜水湾地区看房子 而且两人还不时的指指点点 有商有良 就像是即将迈入婚礼殿堂的恋人 据之前是透露汤洛文之所以选择潜水湾的地区 主要是因为想着照顾婆婆 因为甚至马国民是一个孝顺的男人 所以特地选择离其父母不远的地方 不得不说汤洛文的这一点真的是太优秀了 与这黄欣颖相比 简直是天壤之别 爱情终于迎来即将结果的时刻 马国民的事业更是如日中天 虽然旧爱黄欣颖有着被解封的可能 但据悉由马国民出演的一些剧集 已经拍到了明年 包括BB大帅 白色强人2 RK医生 以及将于下月9日播出的 《使徒行者3》 剧集之多 灌着一种小生花旦 而且步步都是话题作 事业爱情两得意 相信马国民绝对会走上人生的巅峰 其实一路走来 马国民在事业以及感情方面也着实的不容易 出演过那么多的剧集 唯有在去年获得认可 认爱过那么多人 唯有获得汤洛文的 最终翻牌 真的是要恭喜了 黄欣颖在安心事件之后 沉浸了很长的时间 而公司方面却一直都没有放弃她 黄欣颖固然犯下了大错 但好在比较的幸运 公司呢一直都在努力的为她 争取可以付出的机会 近日黄欣颖主演的电视剧 尖离的爱尖离的 曝光了最新预告片 这其中黄欣颖大约有两个镜头 公司计划宣布这部剧将会和大家见面 也意味着她的付出之路有了新的进展 黄欣颖在爆出负面新闻之前 已经拍摄了很多电视剧 手上有很多的存货 可能因为突如其来的一场安心事件 让她的这些作品呢都可能会面临延期播出的可能 更加严重的是因为这些作品都是剧组全体上下人员的心血 因为她一个人的丑闻导致整部作品不能播出是非常的遗憾的 现在终于有了这样一个好消息 可是外界的反应却褒贬不一 只有少部分人持支持的态度 希望能够给黄欣颖一个机会 然而大部分网友呢还是无法忘记安心事件 认为黄欣颖的形象太过恶劣 绝对不能够让这样有污点的艺人全面付出 总而言之 黄欣颖这一次的新作品曝光还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直到现在在她的个人社交平台的留言区内 仍然有很多非常肮脏不堪的声音 一些黑粉 因为之前她的所作所为对她抱有偏见 即使事情呢已经过去了一年多 但黄欣颖的事业受挫 她之前的作品《法正先锋4》 当中的角色也被好闺蜜汤洛文顶替 也许那个时候的黄欣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一次偷拍不仅会让自己的事业全面停滞 甚至陪伴自己多年的男友 马国民也会离自己而去 马国民在之前透露 其实在得知女友背叛了自己后曾经很愤怒 可是之后呢慢慢的 她理解了黄欣颖 并且选择原谅了她 在安心事件过去后不久 马国民也遇到了自己的真爱汤洛文 而且呢现在两个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马国民不仅取得了汤洛文父母的认可 而且汤洛文也深受马国民妈妈的喜爱 两个人私下做着普通情侣都会做的事 汤洛文 马国民还带着马国民的妈妈一起购物 可知二人感情进展都非常的顺利 而马国民也在最近的采访当中松口称 的确和汤洛文有结婚的计划 两个人已经在筹钱买婚房 诚然马国民从宣布恋情到承认有结婚计划的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速度会让大家感觉很快 可马国民的年龄毕竟已经不小了 现在在人生的关键阶段遇到了真爱 就应该抓住机会不放手 而回顾黄欣颖犯下的过错 虽然已经是无法挽回的事实 但他只能选择把这些放下往前看 希望彼此都能够天高海阔 获得自己的幸福 好了 今天八卦与子匠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 明天见